好 另外再看到一名妇人呢 骑机车的时候 在玉里镇的中华路由北往南行驶 但是行车不稳 那么玉里的派出所远警看到之后呢 是缓缓的跟在妇人的后方 那么随后她就停在超商 之后就倒地不起 那么远警马上上前来关心 那么经过询问之后呢 原来这门妇人呢 是疑似是血糖低导致四肢无力 那么远警就赶紧拨打 依旧来请救护人员到场来协助送医 玉里派出所远警执行巡逻警务 从护照镜发现一名妇人 骑乘机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行驶 见到妇人有形势不稳情势 因为担心她身体不适 以及顾及驾驶人的安全 就从建国二街绕一圈之后 缓缓跟在妇人的后方 随后见到妇人停在玉里镇中华路 177号的商店后倒地 我们帮你叫救护车咯 等一下就到了 这个是你的吗 这个安全帽 这是你的 我先帮你放机车上 远警发现有意马上上前关心 经过询问妇人疑似 低血糖导致四肢无力 远警随即拨打119 请救护人员到场协助救营 急车行车不稳 身体同有一状 随后跟在妇人后方 与商前关心 见该妇人 与操商停车后 却不慎倒地 请了解 该妇人疑似为血糖过低 导致四肢无力 索性同仁立即拨打119 请救护人员到场协助 即使保住妇人生命安全 日文局长表示 同仁落实勤务 及时给予民众协助 本者同理心 真诚为民不悟 堪称远警最佳榜样 助人为快乐之本 也为社会注入一股暖流 真是功德一件 记者高雄收益症采放报道